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要我们 给我们一种心理准备 生活是充满了战争 还有一些大地震 饥荒 文艺 所有的这些事情都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他要我们有一种心理准备 他要我们把这些好像负面的现象 化为爱心而变成正面的 那么今天他有进一步的讲一些不太好的消息 他说我们基督徒是跟着耶稣基督的人 人们要下手拘捕你们 迫害你们 把你们押送到会堂 就在狱中 甚至押到君王和宗独面前 给你们一个做见证的机会 所以可能大家都要有一种心理准备 为了真理 为了做一个良心的事情 可能有一天你也会被押到监狱里面 不一定 其实我差一点就有这个经验 有一次我在跟光机社的摄影队在大陆拍片 在中国大陆拍片的时候 我们不小心到一个封闭的地方 或者外国人不能进去的地方 结果公安局要我们写一个回过书 那个时候公安局说我们如果不写回过书的时候 他们会把我们的器材放在他们的藏库里面 那么可能我们自己也出不来 我们要在监狱里面 其实那个时候 因为在今天的福音里面 耶稣说这个是给我们一个见证的机会 那么那个时候 虽然我没有想到今天的福音 不过我知道耶稣祂要我们在这种情况 应该怎么样表现 比方说在今天的福音里面 耶稣继续说 祂说你不要保护自己 你不要花很多脑筋想一想 应该怎么样辩护 为自己辩护 圣神会教你如何说话 那么那个时候 我有这个经验 我觉得 虽然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什么 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没有什么违反良性的行为 没有害过任何人 不过按照他们那边的规矩 我们实在有过错 因此 我觉得我们应该很平安 良性都很平安 行为都很稳 对他们都很客气 我们就表现得一点都不必保护自己 或是为自己辩护 那么我觉得 因为我们的行为是很平安的 也是很有礼貌的 也是愿意弥补我们的错误 他们对我们还不错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觉得 像昨天我们也讲过了 动物很自然的都会保护自己 我们学习潜水的时候 那个教练教我们 他说大部分的那个海里面的鱼 海里面的动物 包括鲨鱼在内 大部分都不会攻击人类 不会攻击人 除非他们认为人要害他们 那当然如果他们肚子饿 他们觉得你是食物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攻击 不过大多数都不会害人家 除非他们认为他们是被攻击 那他们就会保护自己 那么 所以我们的我们的经恩 我们的自觉常常是要保护自己 那次公安局抓我们 我们也可以大声说话 可以抱怨 可以骂 这个对我们会有帮助吗 我想不会 我想像基督一样 他被逮捕的时候 他就很平安地跟他们走了 相信圣神会告诉他 应该这么说 那么这个会有最好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 大部分的时候 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良心做事情 虽然有人可能会 有时候会误会我们 或是反对我们 甚至会讨厌我们 想害我们 到最后 如果我们的行为是稳定的 是一个基督徒的行为 如果我们是一直在等待圣神 能领导我们 教我们如何表现如何说话 到最后 大家会知道 会认同我们是好人 我们是良心好 是好的 所以今天我的祈祷为我 为你 是希望 一碰到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第一个就是要自己意识到 这个是正常的 那么如果有问题的时候 这个问题不在我身上 希望会有好的结果 天主保佑